Hello 大家好 我是多多 我現在就在牛頭角度和康寧道之間的交界 那現在我正在去哪裡呢? 其實就是準備去整理一下我的頭髮 因為我之前去了一間50元的快速剪髮 怎麼知道就剪髮了 就是貪髮有事就是搞不定 所以現在唯有去整理一下 那很開心就找到這一間的贊助 可以幫我整理一下頭髮 整理一下它 那這間髮型店呢 就是在這個海匯對面的 這一座人安大廈 康寧道23號的 那我現在就走進去 準備 我們看到靈的為什麼 很害怕 試一下 是不是靈的 等一下 沒有一樓的 開門 好像去錯了 看我是不是有剪髮的 這裡上樓 謝謝 好 好 現在 這裡不上二樓 那唯有 走樓梯吧 好吧 有些鏡 走樓梯 你看看 好像很多髮型 就是這裡 叫壓樓梯 像是陰柳亞路 有賓館 龍逃閣崩館 在這裡 沒錯 下次我看就是這間 Ladiva Hello 我是Kenji 叫你做頭髮 想不到在這個工廠大廈裡面 會有一間蠻Modern的髮型店 剛才進來真的害怕 這裡很有趣 有貓的 應該很喜歡寵物 這裡的人 有糖吃 不過我減肥不能吃 有消毒液 也有探熱 應該是員工鑰匙 還是被客人擺東西 原來現在已經差不多7點了 這裡有不同的位置坐 眼見也有10個位置 可以方便做頭髮 那我就坐這裡 現在 咦? MISS WING 為什麼在這裡? 我跟著你來的 其實是嗎? 對 很漂亮 你做了顏色 是不是有展示出來 剛剛就做完頭 其實看得到柔順了很多 我其實看得到很大 那條鎖匙分得不同了 而且 短了很多 頭差很遠 很柔順 很喜歡 而且頭髮比較膨 因為我睡覺 頭髮會長 剛才也問過NICOLE 其實她說可以做墊髮的位置 但墊少許 讓她自己彈起 或者自己家中可以用宿米夾去夾頭 那大家想不想知道我是在哪裏剪頭髮呢 現在告訴大家 就是在觀塘康寧道23號的 人安大廈一樓R室 Ladiva Hair Salon 我今天的介紹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謝謝